南欧地中海地区近来持续面临极端高温 导致严重干旱 有些湖泊和水库逐渐干枯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唯一的天然湖泊 佩尔古萨湖就面临了存亡危机 农业和生态环境大受影响 希腊的观光圣地 纳克索斯岛则是面临水库干枯 但过多游客涌入当地的度假 也让供水系统几乎雪不堪复合 空拍镜头下 明显可见湖泊正干枯微缩 南欧地中海国家近来面对夏季极端高温 干旱问题严重 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 过去十二个月来降雨量仅两百五十毫米 低于过去平均值 岛上唯一的天然湖泊佩尔古萨湖 面临存亡危机 这些日出唯一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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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 佩爾古薩湖正常面積約1.8平方公里 是古羅馬詩人奧德維比夏永恆的春天 農業專家表示 無水可用將威脅當地農業活動 科學家也警告 乾旱將對湖泊周遭生態 造成永久性破壞 影響生物多樣性 地中海另一頭的希臘 觀光聖地納克索斯島 則面臨水庫乾枯 海水滲入農田 不僅商家和遊客感到憂心 農民也直言農作物收成不如以往 目前納克索斯島上的兩座水庫 可用水量為二十二萬立方公尺 是去年的三分之一 當地人口約兩萬人 但今年夏季 湧入的遊客數量破紀錄 供水系統幾乎不堪負荷 有旅館業者就無奈表示 如今只能盡量節約用水 靠著家族留下來的一口井來救急 公視新聞兩頁編譯 從未熬力可來救急急急 сб